在尼亚加拉地区有各种风格的酒店可以选择 如果你想继续观赏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景致 那在瀑布旁边的西尔顿酒店就是绝佳的选择了 在这里你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从早到晚的变化 如果你想体会更浓郁的北美风情 那么在尼亚加拉小镇上的家庭旅馆就是你一定要去试一试的地方了 不过赶在入住之前 乐乐一家还要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简单地告别一下 赶在工作人员到来之前 一群小家伙已经在停车场迎接乐乐一家了 跟这些小浣熊打过招呼之后 乐乐就要正式进入到这个极少对游客开放的地方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点灯 乐乐说的没错 这里就是点亮夜晚尼亚加拉瀑布的地方 认识了在这里工作27年的手灯人约翰 乐乐和爸爸妈妈就要开始学习 如何控制这些巨大的射灯了 两组触摸式电脑 分别控制着投向美国瀑布和尼亚加拉马蹄形瀑布的灯光 每盏灯又可以变换红白蓝紫黄五种颜色 在这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情自由搭配颜色去改变尼亚加拉 我去的马蹄形瀑布和尼亚加拉马蹄形瀑布的美国瀑布 好啊 左边 我再给你们练个更好看的 今天是9月30号 庆祝国境 对了明天就是十一了 明天就是十一了是不是 就有重担的什么 瑞宾市 还有游行是不是 对 天红庆祝国境 对 在尼亚加拉瀑布点亮颜色之后 乐乐一家住进了尼亚加拉小镇上的B&B Hotel 什么是B&B呢 就是Bed and Breakfast 住宿加早餐的意思 这里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家庭旅馆 一进屋乐乐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而爸爸妈妈可被这间大房子深深吸引了 我受不了了这里 太漂亮了 快 算钱了 有奋斗目标了是不是 咱们是不是有奋斗目标了 看这房子 太棒了 很快 快点 我们快留下了 好 好的 好